隆洞海岸不但以变化万千的奇岩 以及美丽景色吸引游人流连忘返 也拥有别具特色的渔村风光以及人文景观 但是东北角风景区内的停车空间有限 造成民众停车乱象 市议员林毅起于咨询中提出 并积极邀请交通部及市府交通局等会刊 并多次会议协商 鼻头延伸到的是共僚 共僚的隆洞 和美 甚至到了奥迪 芙蓉 全部全部都是停车位以为难求 他所造成的交通拥挤 其实只能用乱象跟梦魇来形容 他的停车位就是不足 然后一堆民众就是涌进来东北角 民众也不守规矩啊 都路边停 我哪里去看 他就为了图他自己方便 侯市长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跟有一些比较周全对策啊 我们找交通部公路总局 以及东北角 好好的把所有景点的停车场 重新再做一个详细的盘整以后 再增加来做一个规划 经11元0一起积极争取之下 隆洞湾停车场优化及周边景观改善 已在5月完成细部设计 8月工程发包 9月开始施工 总工程经费3000万 预计在隆洞湾增加100个小客车 及7个大客车停车位 滨海步道小停车场12席 及海提停车场18席 也将于海提景观线增设跳景平台 预计111年1月完工 非常感谢我们林医院 替我们这里南洞社区这个所在 隆洞湾来整出这个停车位 130个位 来就是要麻烦我们所为 来这里旅游的人 停车要有公德心 并且要维护环境的整洁 及整洁 那这一次的工程 不只是停车位增设的部分 我们还包括了整个海提线的部分 我们也增设了跳景平台 让整个周边的环境能够更一致性 也能够提供给民众更好的一个海景视野 那最主要的是我们期待 整个停车场规划设计后 我们所有到访的游客 也能够遵照规定 然后大家发挥公德心 然后不要再有围停的现象 造成整个交通的阻碍 还有附近民众的一些困扰 目前可见停车场正在工程施工中 希望停车场完工后 有效改善龙洞湾与鼻头地区的交通乱象 也请民众在停车场完工后 善用停车场 不要在水溢乱停车 造成交通安全上的危险 也让当地民众无法进出及作业 记者李嘉文共聊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